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嘩,這麼好的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啦,我們今晚會討論一個問題 又是啦,報紙差不多每份報紙都有講的 就是關於痛風症治療的西藥 原來我叫Bepulsin,英文叫Alopurinol 可以這樣說,是痛風症裏面 是其中一個最常用的藥 原來發現這個問題呢 這次不是講Bepulsin本身的藥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數到西藥都有副作用的 但這次講的呢,就說這藥是受了污染 在製造過程中受了污染 那被什麼污染? 就是什麼污染了呢? 是有些污粉 它那些材料是粟米粉 粟米粉那些? 是的,粟米粉放了十幾個小時 噢,那有些污染 發了污染 發了污染的材料,做了藥便發污 好,那就是弄髒了 接著呢,就有人認為 因為這個污染菌的感染 導致那些病人死了 但當然,出現問題的病人 其實都是一種嚴重的病患的人 譬如有些血癌患者 其中有幾名是本身已經有血癌患者 但是大家都知道 血癌已經是一個很嚴重的病 當然,血癌患者 其實同時都在做一些治療 其實報紙上有什麼要說呢? 阿甘,或者和我們分享一下 我都想知道 不是,就是很奇怪 是的 我看新聞,訪問一位女士 對著傳媒說 醫生開的藥是安全的 為什麼我們給我們一些毒藥吃呢? 哎呀 很矛盾啊 你明白嗎? 阿Donna,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那些觀眾 那些粉絲 如果經常聽我們的節目 都知道那個矛盾在哪裏 一向都是毒藥來的 你吃了這麼久 你第一天才知道 如果大家有機會留意一下 那些藥 我當然明白這位女士說 即是說她現在污染了有毒 這樣都給她們吃 醫管講的意思 我明白 但是 不知道她有沒有機會去看一下那個瓶呢? 那個呼嚨頭呢? 不懂的 寫著什麼呢? Poison 即是毒藥 是啊 那就是說呢 她當然沒有看 還有呢 你知道呢 現在又要講病人權益 其實那些藥袋呢 那些藥袋呢 那是不是應該把呼嚨骨頭在那裏呢? 通常都沒有 沒有的 沒有的 你買原裝藥呢 那個呼嚨頭就在那裏 是啊 原裝藥就有了 你是在吃毒藥的 是啊 但是你知道醫管局那些 成大批來的 那她是數給你的 譬如你拿一個瓶藥就數這麼多給你 最多給那些 就是普通膠瓶 那些人可能看不到那個呼嚨骨頭 寫著Poison 就是 那位女士 其實 這個 我們認識的 聽過節目的 但是多數人 都不會了解 其實她在吃的藥 就是毒藥 是 她以為污染那種毒藥 喂 Doctor 喂 你有沒有吃過腐乳啊? 是啊 那些芝士 那些綠油油那些 是啊 那些抹菌 是啊 抹菌都不吃了 是啊 是啊 很棒 咦 那些是否應該把呼嚨骨頭在那裏呢 你有沒有買腐乳有個呼嚨骨頭在那裏呢? 就是這個問題 最主要想告訴大家 就是大家聽眾要了解 西藥 很多西藥 一向都是 打著Poison 他這些是不可以騙你的 是啊 他已經告訴你了 就是我們 我們市民對於藥物的 那個 認知程度 就是可見一班 就是他以為那些污染 就是 那些污染 就是讀毒 誰知道他原來吃了那麼久 一向都在吃毒的 你在吃毒藥的 在耳下 沒有困一個很普遍的微生物 其實很多人都不斷地吃的 所以那個不是說你吃了這些東西 就有事 吃了一些芝士 吃了一些腐乳 都是有問題 但是 那個問題當然 其實報紙也有說出 很多人本身已經有嚴重病患 例如這個血癌病人 這些過身那些 因為自己本身有血癌 當然了血癌 用一些化療的藥 是吧 那我相信 如果你比較一下 那個毛菌和化療藥 大家比一下 我想化療藥 導致你死亡的機會 我想是 遠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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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多多多 在美國也有些數據 就是 化療藥去處理這些問題的死亡率都很高 其實我們也看到 在醫學報道裡面 都經常強調 很多癌症的病人 他們在接受化療治療之後 他們的心臟病 腎衰竭 呼吸系統的衰竭 那個機會大 是一般情況之下的幾倍的 其實很多時候 那些癌症的病人 是最後死 就是因為這些化療藥 或者電療 直接毒死 毒死他們 但是他當時 誘發他即時死 其實是說心臟病死 其實他不是心臟病死 因為你這個化療治療 是導致傷了他的心臟 傷了他的肝 傷了他的腎 傷了他的腎 產生最後那個 那個器官的衰退 那所以 那些真正是那個 令到他們的死亡 其實不是那個癌症 因為癌症 我們都曾經跟大家分享過 有一位加州的 一個生物物理特教授 Dr. Harding Jones 他每年都在癌症機構 美國的癌症機構 每年都會在一個例會 他都是一個專家的講者 分析癌症死亡的數據 之類之類的 那其實他有一言 他就在一個 在一個例會 他就公開這樣講 他說如果一個癌症的病人 如果他是選擇 是不採取一些 所謂傳統西醫所做的 開刀、化療、電療 其實他的存活的時間 可以長多到四倍 即你的意思是甚麼都不搞 甚麼都不搞 你可以長多四倍的 那不要說你的生活的質素 你的生命的質素 一定是好過 當沒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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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多捱四倍 換句話來講 如果你用這些開刀、化療、電療 你可能死得快四倍 即是倒轉 其實如果大家真的有正確的醫學常識 應該都知道 嚴重的問題 不是有沒有貓菌、真菌 所以這個問題 事實 傳媒 真的很荒謬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報紙應該賣甚麼呢 應該去 調查或者去報道 真正那些藥 那些毒性 你為了自療 某一種症 要用這麼毒的藥 而引致到另外的問題 他不說 你那些稍為無菌污染 那有沒有死到人 那些 對嗎 即是那些 他認為是 那些根本就不是 那 我真的想問 其實最核心的問題 他這隻藥是醫痛風症的 那為甚麼 難道沒有其他方法的嗎 是要用這麼 打著骷髏骨頭的 去攪拌 而是 我看新聞 訪問那個叔叔 你吃了多久 十幾年 不是只有一個 全部都是 有四萬多人在吃 難怪香港醫療破產 我真的想問 通風症是否 難道只有這些方法 有這麼重的副作用 還有他這些副作用 也要你解釋一下 這些藥物究竟搞甚麼 還有是否 只有這種方法 應該不會 是不是 很明顯 這種方法 很多人吃了十幾二十年 其實都是 沒有好過的 痛風是沒有好過的 還有這一類的藥 這個 Bepulsion 這個藥物 是說到明 你是要長吃的 你亦都不可以中斷的 如果你有時候 忘記了吃 你趕快要吃回 還有 這個藥物的療效 又不是即時見過的 如果你突然之間痛風 你吃這些藥物 即時沒有幫助 Dopter 又要打斷 先問一下 痛風是怎樣的 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是甚麼一回事 痛風是一種關節炎的一種 關節炎有四大類 一種大家都認識 有時是退化性的關節炎 有些是另一種 類風濕性的關節炎 第三類就是痛風性的關節炎 總之任何問題的炎症 發生在我們關節方面 我都叫它關節炎 痛風的問題是因為我們身體血液裏 尿酸過多 尿酸在我們的關節沉澱出來 成為一個結晶體 這些是尿酸鈉的結晶體 你知道大家如果有機會見過結晶 比如砂糖、鹽、粗鹽 其實都是一種很尖銳的硬物 你想像中 如果這些結晶體 在你的關節裏面 在你的大子宮、手指、膝頭、手腕 這些地方沉澱出來 那麼尖銳的東西 在刮你的身體關節的軟組織 自然的炎症很痛 又腫又痛又紅 即是發炎 會影響你的身體 就會出現所謂的發炎 當然發炎的身體是一種醫治的方法 發炎本身不是一個病 但這個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尿酸過多 在我們的關節出現結晶體 磨蝕 痛風裏面 其實男性比女性多20倍 為何會有尿酸過高 在醫學上 他們曾經我們都說 這是一種叫做 帝王之症 帝王的病 通常有錢到病 有錢到病 有錢到病 然後就是好吃好煮 喝酒 吃肉多 這些會有這種容易出現問題 除了飲食習慣之外 其實都有一些遺傳的因素 有些人家族 在家族上這種病 是容易出現的 所以當我們的身體 總之我們的尿酸的水準水平 是高到在血液裏面沉澱出來 那為何會高呢 很可能我們食物裏面的飄連體 都高 我們身體就是製造很多這些尿酸 或者我們身體的腎 是排解尿酸的能力弱 令到我們的血液裏面 始終有個高水平的尿酸 沉澱我們的關節 導致這個問題 那Dr. 我又要問一下 一般這些一定是西醫科的 就是這些類藥 那他開這藥 這藥是搞甚麼呢 這個藥本身就是可以 幫你壓低血液的尿酸 我們起碼看到表面的現象 就是因為我們的身體的尿酸高 所以直覺治療的直接的反應 就是壓低它 有甚麼法學藥可以壓低它 就像發燒一樣 退燒 他們的手法就是這樣 但他沒有去想到為甚麼 為甚麼這個病人身體會有這麼高尿酸 我們曾經一般都說過 因為你的飲食太多肉類 很多這些 或者豆類 那個所謂的organ wheat 內臟多 但也在外國曾經有些研究 發現其實未必一定有關係 有些人在這方面的食物 不是比一般人高的 都會有的 亦都很多人吃得很高 都未必有的 那就是說很多的病 都有一種叫做體質性 就是你有這樣的傾向 可能因為那個家族性的遺傳傾向 那也在男性 就是會比女性高 那很明顯 那個問題 女性都可能這樣吃 大喝大吃吃很多肉類 但女性患這個病 是比男性低很多的 那當然如果你是有年紀大 60歲以上 那這個情況會更加容易出現 那很容易理解的 就是年紀一大的時候 我們身體排解的功能 我們肝臟排解 或者控制尿酸的功能 弱了 我們腎的排解尿酸的功能 可能都弱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可以解釋 為什麼 那就是除了我曾經所說 可能和你的飲食有關 可能有一個體質性的 那個家族性的遺傳的弱點 弱點不是個人有 家族有一定個都有的 那都是後天的因素 但是也很多時候 有些人吃那些所謂的去水丸 那都是會引發的 那就是降血壓藥 是的 一種可能用來降血壓 去水可能有些是水腫 那都是會導致這個問題 那也是會吃抗生素 也會的 那也有些病 譬如那些血液的病 譬如有一種血癌的 Lukemia 白血球過多的症狀 有一種Polycyphemia 一種血球的血色 血色素的病 那都會導致你的尿酸會是很高的 那這些痛風的東西 可能不會死 不會令到你死 但是是很痛的 真的 脹的時候 你舉報難行 通常會 揮一下揮一下 好像 尖銳的 插你的 拿筆電轉轉轉 對 所以你的腳趾時紅到 腫了 紅了 黑都不能黑 如果你有痛風 通常你不用穿鞋 因為腫了 你不能穿鞋 可以穿著雙鞋 通常都是休息 不敢動 即是不動也會痛 還是怎樣 不動也會痛 晚上睡覺也會睡不到 當然很多人 在長期的痛風之後 關節有很多沉澱物 是走出來的 那些Aphys tophi 整個關節 一塊塊的結節 都會呈現出來 甚至乎 可能是K型 手指 手腕 一塊塊的結節 都會突出 這些 很慢性 是慢慢地出現 那醫生 例如他 最主要是用這些藥 去處理 那 也會有問題 那藥本身 我都知道副作用 有什麼副作用 有什麼副作用 不只是 他本身 所以你為什麼會看到 標籤 都說明他會有這個副作用 開神 我剛才所說 抗生素 血壓藥 血糖藥 薄血藥 去水腫藥 和抑制免疫能力 甚至乎 有些是癌症藥 都會產生這個副作用 因為跟那個藥 用起來的時候 會產生這個副作用 所以 通常來說 醫生會小心 如果你是孕婦 或者餵奶的媽媽 其實是不應該用的 但當然 如果你油起來的時候 沒有什麼其他方法 那就說 看實一點 希望副作用不會這麼明顯 可以影響得到 好了 但本身藥的副作用是什麼 有些人 當然不是個個 吃了這些之後 吃了這些 Bepulsion 這種藥 他會有一種 溫溫彈彈的感覺 尤其是 如果你正在吃 剛才所說的 某種藥 或者喝酒 所以 通常吃了這些藥的人 都要小心 應該是駕駛 或者操縱危險的工作 都要小心 要看實它 那 剛才我所說 這些藥 就不是說 即是 即是即時有效 你發作的時候 就不是馬上可以感受到 那 伏親這藥的人 都經常要求他 就是 看著那個 肝腎的功能 為甚麼 為甚麼要看著肝腎的功能 原因就是 它降到那個療酸 會 始終有何 化學的藥 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 它會影響你的肝臟 因為肝臟是一個排毒器官 所以 所以 任何外來的物質 一定要讓肝去處理 既然這是毒藥 很明顯 肝臟去清洗毒藥 化解毒藥 肝臟的負荷就會大 還有 腎方面 要排走它 所以 負荷也會大 這個曾經說 大家要小心 跟其他藥物吃 但它本身最常見的副作用 就是 有時會吐舌 會作噁作悶 緩緩 有些人 皮膚有敏感 很多人吃了一段長時間 有很多皮膚有癢 又紅 都不知為甚麼 我見過很多老人家 他來的時候 他主素的問題 就是 皮膚是爛了 紅了 癢到死 他以為是皮膚病 其實 這些都是 那種藥物的副作用 亦有些時候 有的副作用包括 人的呼吸有困難 心口的緊膝 有時候 嘴、臉、唇、鼻 會腫脹 有時候 小便方面 會痛 尿裏有血 尿裏有變黑 發燒 發難 喉嚨痛 眼睛有不適刺激 關節痛 胃口差 皮膚有紅腫 起水泡 脫皮 在病人裏 年紀大的人 很多時候 都會看到這個病症 胃痛 無形體重的罩幹 不陳常出血 或者乳傷 不陳常肌肉的冤痛 或者疲痛 眼睛 皮膚 是大黃 這些只是一部分的作用 那處理一個問題 會帶出幾十個問題 這就是很多香港人 是不太了解的 其實 藥本身的問題 是遠遠嚴重 過所謂的 髮毛 那 醫生 好了 好了 有沒有得搞 哈哈哈哈 有沒有得搞 這個是最實際的 是 當然 其實 根本的 在自然界 如果大家有宗教信仰 我們經常都這樣說 如果大家真的相信 我們的宇宙 有一個智慧的神在 來創造我們的地球 這個宇宙 這個神一定是很聰明的神 一定是會 在地球上 我們需要的東西 應該全都給予我們 是吧 我們不需要靠 一些法學藥廠 製造一些 標籤的毒藥 讓我們吃 吃一輩子 吃也不會斷尾 那些藥 所以其實自然界 有了很多工具 在我們那個 在同類療法裡面 為什麼我用同類療法 開始說呢 因為同類療法有一種藥 是 不好意思 我又想知道 自然醫療怎麼看這件事 怎麼看痛風症 自然醫療的原則會是這樣的 就是我已經開始說 自然醫療永遠在大自然裡面 尋找個答案 自然醫療要看病 要尋求病的根源 不是尿酸高 用一些去按尿酸 我們會了解 為什麼會尿酸高 為什麼 應該是這樣問的 如果你只是治療表面的現象 你沒有醫療的根源 所以經常都治療不好 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已經略略給大家提示 尿酸之所以高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我們身體的肝臟 是不懂得處理 即是不懂得控制尿酸的水平 令到它過高 或者我們腎 是排解尿酸的機制弱了 令到它停留在我們血液裡面很高 所以很明顯 如果我們了解我們身體本身治療的能力的時候 其實處理手法 會願意扶肝 清晰很多 你要處理肝 你要加強肝的功能 因為肝是一個化學的工廠 尿酸也是身體血液裡面的一種成分 是身體液體的一種成分 這也經過肝的處理 為什麼有些人有這個問題 有些人沒有這個問題 可能的食物 我曾經所說 不是說你吃肉過多 或者吃豆類過多 或者吃得耐重多 的人一定會有的 其實有很多人 根本這方面的食物 是完全沒有過份的 但一樣會出現這個問題 可能是先天的路問題 所以問題就是我們先天 先天就不是說你有這個弱點 但這個弱點不是說你沒有辦法處理的 其實我們可以處理的 其實我們有很多方法 或者我們先休息幾分鐘之後 我會和你分享 我們在食物方面 和療法方面 家庭護理方面 其實有很多很多方法 其實我們都可以做得到 不需要那麼慘 是沒有這樣的險 大家先休息幾分鐘 我們就很快回來 這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這麼好? 就買多一個分享給阿姨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3w.healthshop.com.hk 好了 我們回來繼續今晚的講題 除了我和大家分享之後 金永賢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現在我們面對一個 所謂的痛風這個問題 那些藥物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開始和大家分享 就是痛風這個症狀 不只是需要靠一種 本身已經有副作用的西藥 也都可以講的是 這幾多腸食都不會好西藥 Dr. 我要在這個節目講 我們 我不是很想用副作用這個形容詞 副作用的人覺得是應該接受的 你明白嗎 在其他媒體都是這樣講的 殺傷力 殺傷力才會了解那個危險性 你明白嗎 Dr. 是吧 好了 我們就和大家分享 除了這些西藥的對付 所謂尿酸的 控制尿酸的水平之外 其實有什麼其他的 更加有效 也都安全的方法呢 我經常都強調 如果在自然界 我們人類傳滅了這麼多年 其實我們根本上 我們所需要的工具 在自然界其實應該都在那裡了 只不過我們要花點精神 快點時間 以及不要忘懷我們過去的人類的智慧 在自然醫療的重心 除了我要尋求病的根源 為什麼尿酸會持續高呢 一個很明顯的 是我們的肝化解 這個肝化工廠 化解尿酸的功能弱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輔助的肝或者清肝 在輔助肝裡面 我們其實有很多營養素 譬如維他命B6 尾 我們有一種叫choline 一種檢炎 inocetal 一種B杂 maphionine 還有草藥 dandelion artichoke beet greens oregon grape 我相信大家坊間 有機會看到這些 和護肝補肝的草藥 都是這些基本的成分 即是我們一方面 我們想辦法輔助肝 但我們也可以用一種清肝的方法 清肝的方法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有機會 過去也聽過一下 上網也看到 上網也看到 Liver cleanse 主要是用什麼呢 用一個喝的瀉鹽 所需的時間是24小時 通常我都教病人 玩一個星期六 十二點鐘之後 吃了一晚 開始準備一些瀉鹽 不用太多 你就每兩個小時 喝瀉鹽 目的是先把胃腸狀清掉 然後在最後 我們喝四盎司的橄欖油 和混合四盎司的檸檬汁也好 西柚汁也好 混合了之後 一喝就上床睡覺 到第二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會有些輕瀉的情況 也會瀉很多什麼 剩很多綠油油的膽汁 那些稀的糞便 還有你可能看到膽汁的結晶體 都不是結晶體 它形結了 一塊一塊 好像手指 手指格那麼大的 有些人可能成幾十粒 過百粒都會有的 那其實這個是幫你身體的肝臟 是做一個清洗 那這個是個人都可以做 那個用的工具也很簡單 你只要買到一些 所謂的瀉鹽 買到一些橄欖油 那你就可以做 那詳細的方法 在我們健康店都有的 就是很多很簡單的單章 我都見過 那其實你可以自己 可以用這些方法 做一下這個定期的肝臟清洗 那第二個地方 我就是所說的 就是那個腎 是吧 譬如如果你已經發現 你平時 有小便那方面 不是很暢順的 有些人會瀉尿 那或者尿的顏色 比較濃 暗 深 啡 或者瀉尿的時候 有些不舒暢 那就是很明顯 你的肝膽 那個那個 那個 不是那個腎 腎那個膀 那個排泄功能 又弱了 那也有很多 這方面的草藥 那有些叫 Goldenrod Solidago Vargaria Uva ursia Echinacea 紫椎花 那這類的草藥呢 其實呢 都可以 就是幫助你 是 然後吸吸水 大量水喝呢 是來幫你清洗的 那 除了我曾經所說的 清肝 護肝 護肝 護肝草藥 用那個蟹鹽 來都 用那個橄欖油 清肝 來幫你 用那些草藥 來幫你 清洗那個腎 還有那個膀肝之外 那如果你發現 你那個症狀是很嚴重 就是很密的 發作的程度很密的 還有很多的關節 那些 那些 所謂風濕性的症狀很強烈 那我有一種草藥呢 是一種蠢樹皮 Vaxina excelsia 就是European ash 那這個是一個西草藥來的 那如果你是這種 這樣的比較嚴重性的 的發作 還有很多是 類風濕性的 風濕性的 那些這樣的症狀呢 可以考慮用這個 那當然 就是最簡單 自己可以做的 就是那個飲水 越多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可以飲水 就是不是普通的 口渴飲少少 你嘗試一下 每天是喝八杯到十二杯 那樣 尤其是你感覺自己的膀胱 那個腎那方面 那個排泄 好像不是很暢順的時候 那這些是可以做的 那當然 在大部分的坊間 或者有些人的經驗 發現有些食物 對它來說 可能真的有影響 有些人喝酒 喝啤酒 這方面都會有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 就盡量割 割酒 那些紅酒 白酒 啤酒 那些內臟的食物 嘗試一下 就是盡量割了它 那海鮮方面 貝殼類 蝦、蟹、蟹 那些貝殼類 那魚 沙甸魚、Hering Makaro 還有那些 Enchovy 這些食物 這些海鮮的食物 都減掉了它 那肉類方面 豆類 有些菇類 那些啤酒 那些食物 有些菇類 甚至乎有些酵母 那些啤酒酵母 那些類的食物 都嘗試 戒一戒 那很可能有些人 只能夠把食物 控制好 減低這類的食物 喝水 喝多些 其實很可能 已經完全控制得到的 那還有一些食物 那方面 譬如我們吃多些 就是 那個 炭水化合物 複式的炭水化合物 譬如我們 香港人都吃飯 吃一些 糙米飯 因為這些 那些 纖維 會幫我們的身體 就是 將我們的 尿酸 過多尿酸 可以附帶它 可以幫它釋放 所以 纖維高的食物 這一類的 是有 可以幫它排解尿酸的 這個能力 喂 Dr. 你知道 有時候 同理上來 那 Dr. 剛才你說的那些 起碼 都要 都要去 看一看 就是 找一找自然療法醫生 但是坊間 你都知道 都比較少些 那 喂 如果一來的時候 嘩 痛到痛不欲生 有沒有 可以 有些安全的方法 搞一下呢 如果不是 都是 你還是要去急症先的 急症 正如你剛才所說 他給你這些藥 他都不是馬上的 大哥 你都要很久 那 嘩 痛到痛不欲生 那時候 我想他 都是給消炎止痛藥 你頂住 那有什麼方法 可以 先處理 除了 西藥的 消炎藥 止痛藥 突發 其實我有什麼 可以選擇 自己也有機會做到的呢 其實是有的 簡單來說 我們在醫學上發現 有一種叫 維他命B 裡面的一種 是醃酸來的 那 那份量大概是 20mg 一天 他發現 如果在一個 發作 即突發的時候 我們吃醃酸 用這種 大量些 就是20mg 一天 這樣吃法 會幫助我們那個 肝 將這些 這些 尿酸 吸取 所以 這是一種很簡單的工具 我們可以有機會 自己 可以買得到 這個 醃酸的維他命 是直至可以 搞定 當然 有些情況之下 我再講一些簡單的食物 我們在醫學上已經知道的 很肯定的食物 就是 車梨子 車梨子 很棒 好吃 香港經常都很容易買得到 那它的作用在哪裏呢 為什麼它吃車梨子 車梨子裡面有些 這樣的成分 醫學上叫做 有些 有些 這些食物 是會幫助我們 調理我們 那個 尿酸 即是我們的機制 那方面 那麼車梨子 吃多少呢 差不多 有時候 平時你真的有這個問題 你便吃它 半磅 一磅 半磅 都不是太多 因為我們始終 現在都要求 我們的蔬菜水果 都吃多些 吃五份到七份 其實你很容易吃到 除了車梨子之外 除了車梨子之外 除了藍莓 和 blueberry 還有一些 不必一定要新鮮的車梨子 這麼簡單 有時候你買不到 你買乾果 都有的 乾的車梨子 乾的藍莓 其實這類的東西 都可以幫助我們 控制得很好 還有一個 都幾常用得到的食物 就是薑黃 cucuman 咖哩粉 那方面 亦都會幫助我們 清理我們的肝臟 處理得好 好了 還有一個方法 可以這樣說 有些人會認為 可以幫你根治 就是吃什麼 吃個士多啤梨 你嘗試一下 什麼都不吃 或者是 重要的食物 吃幾天的士多啤梨 很可能 有些經驗 是完全幫你根治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士多啤梨這麼厲害 原來士多啤梨 是一個很強的 就是鹼化的物質 酸鹼那方面 它含有鈣 鐵質 還有一個成分 叫做 這個會舒緩任何的炎症 我剛才所說的 車梨子 史多啤梨 藍莓 薑黃 這些食物 其實香港是很普遍 隨處都可以買得到的 當然 吃這些食物 在初期的份量要高些 但同時 亦都可以要常用 但既然你吃那個 別飄醇 都是常吃的 十多年都是這樣吃下去的 那 我覺得 始終你吃車梨子 吃士多啤梨 吃藍莓 那副作用 在哪裏 完全不會有任何不良的副作用 吃飯也吃幾十年 沒錯 我們可以用一些簡單的食療方法 其實也很大機會 幫你完全控制到我們這個問題 好了 我們講營養素方面 但是我們醫學上的經驗 都發現 有些情況 有些維他命是不可以吃得太高的 可以這樣說 要避一避 譬如我們常用的維他命C 很有趣 維他命C 還有Niazin Niazin 是維他命B3 有些人會用維他命C 例如雙風感冒 他會用大量維他命C去處理 Niazin 對那些老人癡癌症 有類的老人癡癌症 你服食量高些 亦都可以舒緩這些老人癡癌問題 可以推動我們的血液循環 但如果你是有痛風這個問題 暫時不要吃 可能會令到你發作得那麼厲害 好了 除了我們內服之外 其實還有些什麼可以做 有些人叫他吃東西 又好像有點顧忌 雖然我剛才所說 是一種很簡單的食物 還有些什麼我自己可以做得到 其實我們可以用醋 醋和鹽 就是普通的食鹽 粗鹽 便宜的粗鹽 用醋 買最便宜的白醋 將熱的醋 儘量融入食鹽 儘量融入多少 然後將患處浸洗患處 或者可以用一些湧布 浸濕這些醋鹽 在患處的地方磨擦它 然後蓋住它 然後在熱的地方 將它加熱 這些情況 如果一天內 24次做四次 每次做十五分鐘 通常四天之後 再減少一天做兩次 然後一天做一次 很多時候 這種情況 很可能完全不會再出現 即是說 除了我們曾經所說的 用食物的方法 葉酸 車離子 我們其實都可以用浸的方法 除了我們曾經所說的白醋 食鹽 粗鹽之外 還有一種做法 可以浸的紫草 這是西草藥 有些用這種方法浸 也有幫助 除了我們曾經所說的工具 原來在蘇聯有一種做法 就是吃那些生的蒜頭 每天吃兩粒 兩塊 一種吃法 就是把蒜 硬碎 放在水裡 或者簡單一點 放在車離子汁裡 因為蒜的味道很臭 所以如果用在車離子 味道會比較好 有時候會加一些軟膝 將這些蒜的氣味 可以減低它 Dr. 我想再問一下 他的痛風症 是否所有關節都會有可能發生 即是如果一發狀 還是只是集中某幾個關節 其實很多關節都會有 當然最常見的關節就是大子宮 大子宮 即是手指宮 大子宮 腳指宮 這是最常見的 第二常見的 我覺得是手腕 過去的在香港行醫這麼久 二十多年了 我們遇到的那些個案 都是腳指宮最多 手腕 還有足腕 還有足腕 是比較多 但是其實可以這樣說 手的關節任何部分 肩膊 肩膀 肩膀 手肘 膝頭 其實也有很多可能 那Dr. 我想問一下 你知道通常人有痛風症 第一時間當然是吃這些 那如果吃了很久的那些 還能不能回到頭呢 因為你一停那個藥 可能會有一個很大的反彈 其實呢 如果大家有機會 上網 看看這些資料 因為現在網上有很多 這方面的資料 有一個網站叫做drugs.com 就是drugs.com 其實這方面有很多 這方面的資料 很有趣 其中呢 他所提及的 我可以說 這隻藥 Bepulsion 這隻藥 很多時候 有些人吃的時候 是初期吃 你的發作 都更厲害 那就是說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 都一定幫得到的 那他怎麼算好呢 因為這個是最常用的 西藥 而他的問題 就吃了之後 反而更痛更多 更密 那他就會用另一隻藥 這隻藥 是叫做 秋水仙 Cochicum Ordenalis 這個藥很有趣 這個藥 原來其實 早期是 是同類療法 先用這個藥 用在痛風病人裏面 其實這個藥 可以這樣說 是同類療法醫生 二三二百年前 已經開始用這個方法 是非常之有效的 但當然 同類療法用的藥 大家如果有機會 聽我們節目的朋友 都知道 同類療法藥 不是直接在草藥裡 抽出來就用的 他是經過一個稀釋的過程 所以 糖類療法藥通常是稀釋過很多億億萬萬萬之一 所以是一個非常之安全 因為他不是一種化學物質 有化學物質 和你生理上的作用 產生的作用 所以 當時西醫學家 就認識了這個草藥 抽水仙 他們用在治療 這個痛風方面 但始終 抽水仙是一個天然的藥 問題永遠都是這樣 天然的藥是沒有磚 所以 始終他們想辦法想到另一種藥 不用 其實在我的經驗裏面 我大部份的病人 如果有的痛風 我主要是用抽水仙 他已經可以控制到的 如果他繼續長用的時候 他的症就會一路一路一路減輕 萬一他有再發作 即有時候發作得很厲害 很痛的時候 我也有其他同類療法的療劑 是可以即時幫他處理的 剛才我所說 其實西藥如果遇到這種情況 他用止痛藥 消炎藥 但他都不是針對病的本質 但在同類療法的藥 其實是針對病人的體質去醫 即是我們加強病人的處理病的能力 你的身體的症狀就會消失 所以這是一個最合理的方法 因為你的身體要處理 那我聽了你說的那麼多處理的方法 即是是斷尾的 沒錯 其實斷尾的意思是 即是我們不需要要求到 你用了某種的醫療之後 到你死的那天都不會再出現 斷尾的意思是 我現在醫好了 到我死的那天都不會再出現 如果真的這樣 那我就斷尾了 如果是這樣的要求 其實全世界很少事是真的可以這樣說 你傷口感冒 你扭傷了 那有什麼東西斷尾呢 其實可以這樣說 是沒有什麼真的斷尾的 但如果你是 即是用一種方法 是可以令到你的身體保持一個高的健康狀態 而令到你的症狀不會再出現 或者不會那麼容易出現 會傷害到身體 是 其實這個已經足夠了 所以我們在某個程度上 在同類療法 我們主理的病人裡面 我們都要求 都是他長期服用這個同類療劑 始終這個療劑是一個很安全的東西 是吧 亦都比西藥便宜很多 那Dr.我聽到你剛才說的那些方法 看來也不會太貴的吧 同類療法的草藥 第一來說 它的價錢一定不會貴 過現在用的西藥 大家知道 現在的醫療出現的問題 就是醫療破產 其實很多西藥是很貴 就算它不貴也好 它從來都醫你不好 就算它醫你不好也不要緊 它會製造其他藥 就算你本身的病 譬如你的痛風 那個藥不是很貴 當你Ariperino不是很貴 但是它跟著做出來的 其他腎的傷害 肝的傷害 那你再治療肝治療肝 那價錢你會知道 是在說什麼的價錢 所以Dr.看到今次那個 那個 那些所謂 就是 揚蜜法模 跟著聽了你講 對於用自然醫療去處理痛風的問題 就是有點兒感觸 你明白嗎 其實是可以 用一些很符合經濟效益 有令到很多的病患 能夠脫離了苦海 而不用 中日去 就是 沒有辦法去處理 就是就是這樣用一些 整天就是搞到身體 都弄了 還有我們 納稅人給的 就是那個醫療費用 不斷去上漲 還有那個 亦都看到 就是如果我們 的傳媒 那種的 那種的思考 看東西 高層次少少 就不是去圍繞這些 這些 這些假的問題 我們叫做假的問題 對嗎 沒錯 明白明白 所以我突然想起 Dotter 近來坐車 就看到 那個廣告 是消化立些名據 他說 我不是很記得清楚 但是大概意思應該 是我現在說的 他說 無知 就反而 不會這麼大的傷害性 他的意思 就是 你學到一些假的知識 就 危害得重心 明白嗎 Dotter 聽眾明白嗎 你學到一些假的知識 因為 我認無知 那 不會這麼大殺傷力 就不懂 但是 當你學到一些假的知識 正正就是 很多 我們 花立世人這麼多次去讀的大學 就是 醫學 那他 我可不可以大膽說一句 某個程度上 很多都是假的知識 就是 他變成真理 近來看得多 出來講 其實 完全 都不是那個層次 和真問題都不是那裏 他用了一種 假的知識去喘逆這些問題 就是 那種危害更大 所以 我們整天都說 我們香港出路 這個戰台節目 香港更好大行動 整天都是 和大家分享 這件事 講的重心就是 我們社會上 經常面對很多問題 搞來搞去 搞到這麼多言 都解決不了 很明顯 我們根本是 有一個錯誤的方向 不了解問題的根源 在這裏做 重複做一些 根本是 沒有效的工具 好了 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希望 將來 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有什麼 題目想和大家討論 可以寫email 給我們 或者打電話給我們 我們會和大家 在這方面 做多一些功課 和大家分享一下